哈喽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时光姐姐 今天带来一款超漂亮的水晶太透教程 像水晶湖泊一样透亮 很喜欢的一款泥 弹力十足,而且还可以回弹哟 做法也是超级简单 三种材料就可以了 云结尾依然有福利送出 喜欢记得关注转发 我最喜欢的水晶碗又来了 然后倒入液体浇水 浇水不用倒太多 然后挤入泡沫洗手液 如果没有泡沫洗手液 可以用肥皂或者沐浴露 摇晃出来的泡沫代替 然后用勺子轻轻搅拌 浇水和泡沫混合均匀 最后倒入泰斯洗液来搅拌成形就好了 洗液添加过程中要少量多次添加 边搅拌并添加洗液 因为泡沫比较丰富 勺子搅拌作用不大 我们直接上手来揉捏好了 用手不断的拉伸揉捏 把泡沫都吸入到里面去 最后揉出一个光滑的面团 这个时候看上去是不透明的 然后我们放置到碗里 静置一到两天等待变透明就好了 这是我放置一天朝我得到的 泡沫还没有消尽 但是已经很透明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好了 今天的脑筋经常玩 有一个蛋需要四分钟 煮四个蛋需要几分钟呢 转发视频评论器留言 参与今天的抽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